南華早報 看見一個是南華早報 香港報紙 香港英文報紙 有一個挺有趣的新聞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不是加拿大新聞 你們聽聽都知道是什麼 哪裡的新聞 講一個媽媽 和她兒子的老師 在某一個平台的對話 現在在網上傳說 有一個媽媽 就說她兒子的老師 很窮 為什麼呢? 因為她看見那個老師 是踩單車上學的 為什麼她踩單車上學 真的很差勁嗎? 因為她的媽媽 就在這個通訊平台 就罵這位老師 就說她 喂,你現在 就踩單車上學 我兒子呢 一出生 都是坐BMW的 這樣 你這樣做了一個很衰的榜樣 為什麼呢? 你這樣做的時候 我兒子就認為 讀多些書 是沒有用的 賺不到錢的 是窮 越讀得多書的人 是窮鬼來的 就要踩單車 我兒子這些 還高級過你 出入就坐BMW 正正式式的對話就是這樣 黃老師 不要踩單車上學了 你呢 最好就買車 那個黃老師就說 真是謝謝你 這麼關心我 我覺得呢 踩單車是很舒服 很自在的 還有呢 我住的那家 離開學校 就很近的 所以我踩單車的 那個媽媽就說 如果下雨 就對你很不方便 你最好還是買一輛車 那個老師就說 如果下雨 我就不會踩單車 我就 擔心著一把傘 走路上學 我很喜歡走路的 那麼 那個媽媽呢 就真的說 那個 為什麼她想過 老師買一輛車 那 她說我兒子呢 從出生到現在 都是坐BMW的 我們每個朋友 都是坐 以及駕駛名牌車的 你是她的老師 你就在這裡踩單車 我兒子會怎麼想呢 那 那個 那個 黃老師呢 就 問了 她真的不太明白 黃老師就問 喂 那我駕駛單車 那你兒子會怎麼想呢 那媽媽呢 就說 每一天 我都教我兒子 去讀好些書 但是呢 她見到 你啊 讀了這麼多書啊 都是駕駛單車上班的 她會怎麼想呢 她就會想 讀得多書的人啊 都賺不夠錢的 是 讀書是沒有用的 你 生活得 你的工作這麼辛苦 但是呢 你的生活呢 就好像 就是這麼差的 都不及得我兒子 可以有BMW坐 那 那 如果她是這樣想的話呢 她就會 不勤力讀書 那 這個媽媽說了這句之後呢 她的老師繼續 就沒有回答 這樣 但是呢 那個群組的人呢 就說 喂 如果你只想 黃老師做好榜樣的 你便買一輛BMW 買一輛車給黃老師 那她就不用在這裡駕單車了 那另外一個呢 她就說 如果 如果 即是 見到那個老師踩單車的 就會影響你的兒子的學習的 學業的 喂 那你為什麼不給多些錢給黃老師呢 你自己任何包 那一路 那其他人呢 就說 嘩 你這樣想法呢 那另外一個呢 那個也是老師來的 她在那裡就說 我也是一個老師 我都經常被人罵的 因為 我的學生 看低我 因為 我沒有車 我可以繼續說 不過不說 我以前都是教書的 我都可以說 我駕駛的那輛車 真的是四人車來的 那時候我駕駛了很久 駕駛到 差不多散散 我沒有辦法 我走不了上班 真的 我要走二十里左右 那不行 那我就要駕駛了 但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 這裡的巴士線是好的 我就寧願坐巴士 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是走路上班 沒有 沒有 沒辦法 每個人 看重的東西 是不同 以為是可以駕駛的 BMW 或者 什麼名牌車都好 是成功的 象徵 你讀這麼多書 你都應該成功 有些人是這麼想的 所以 如果你在這裡 看見 什麼人是駕駛名牌車 駕駛得最多的 你可以看看 這些趣聞 有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ahlah